在四號晚間 台北雖然還受到颱風的影響 不過中華職棒龍象大戰 在鐵姆棒球場如期的開打 中心兄弟在颱風夜上演了 四發全雷打的野火秀 分別有滿罐炮 三分炮 兩分炮跟陽春彈 締造了中華職棒 使上第三度完全全雷打的記錄 黃山君最後也以十二比四 大勝了衛拳龍 四號晚間 台灣逐漸脫離颱風影響 天母龍象之戰 右外野吹起大順風 一局下 衛拳第一棒左打的郭天信 就敲出手打席全雷打 但開心沒多久 中心三局上發動攻勢 擠成滿壘 資深左打的學長周思琦 示範哪裡順風 打哪裡 這發滿罐炮是周思琦本季手轟 也是史上第二年長的選手 敲出滿壘全雷打 拿下四分的忠信仍不鬆手 隨後再攻占一二壘 陳文傑再來一棒 又是一棒三分 單局就攻下七分 五局上黃山君在一壘友人 又輪到左打的岳振華 前五局 拿到了右外野方向 這一個飛球留得住嗎 張耀明往後退 往後退 岳振華也開砲了 前五局共打出了四發全雷打 全都是著打著朝右外野方向開轟 七局上洋將阿福 弗萊希要讓大家知道 他打全雷打靠得不止是風 有點高耶 又一發洋春炮炸裂 忠信兄弟這四發全雷打 分別是滿關全雷打 三分炮 兩分炮和洋春彈 締造了罕見的完全全雷打紀錄 而這也是終止史上第三次打全的紀錄 完全全雷打 我們剛有拍照 剛才不錯我都有參與到 今天對的確有一點搶 第一局他們在打的時候就 有幾個誘打打反正就滿圓 我們就有八千 大學長周思琦以身作則 也率領中信兄弟12比4大勝未全龍 華視新聞楊智復 徒星預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謝謝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